台军汉光演习于24日至27日扩大举办 桃园身为军事要塞 桃园烈油厂与桃园机场 今年模拟遭飞弹攻击 演练反空降等科目 桃园市议员民意代表参选人 牛旭亭在民调中发现 有52.1%的民众不知道有汉光演习 感叹演练在民众的心中无感 汉光演习在桃园民意调查 由世新大学知识经济发展研究院 民意调查研究中心进行 调查时间为7月19日至20日 调查对象为桃园市年满20岁以上的成年民众 完成有效的样本总计1070分 在95%信心水平下 牛旭亭谴责民进党的政策 拉高台湾的战争风险 更呼吁台当局应该听取民意修正防务政策 不仅如此 木兵制的质量跟水平也要有所提升 前几天才发生的弹药库意外致使官兵受伤 如此低报酬又高风险的工作 无法吸引民众加入 本身最终之后 优优独集